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版纸的话呢 今天跌1.44% 收报这个1400点 那么两市成交金额方面呢 节前是较昨天出现了这个200亿的一个缩小 那么是2860亿的一个成交 这个港资净流入方面呢 今天是有一个30亿的一个净买入 好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的一个权利表现呢 这个户指刚才提到了失守2800点 那么这个刺新股呢 是出现了一个杀跌 那么杀跌的一个背后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厂上流动性呢 是比较紧张 这个央行呢 已经连续这个几天没有做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流动性投放 那么这呢 跟这个国庆前这个资金紧张有关 那么以这个刺新股为代表的一些流动性个股 今天这个跌幅是比较深 那么是这个拖累了这个替拆板块的一个表现 临场板块方面呢 今天是以这个周期股为主啊 煤炭 这个钢铁 以及啊 医药股呢 涨幅这个靠前 那么领跌板块呢 电子云器件 通信跟这个机械板块 那么大体的一个今天那个表现是这个令人啊 想 就比较意料之外啊 那么表现不及预期 啊 那么从这个之前猜想的从这个大基建到房地产到扩大消费 以及到最近的这个科技政策呢 说啊 对应的一些板块表现呢 那么今天呢 这个科技板块啊 表现呢 仍然是比较这个疲软 啊 那么反倒呢 主线又回到了这个大基建上面 那么这呢 是市场方面比较意外的一个啊 一个地方 那么跟这个A股上表现相关的几个消息 那么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昨天啊 这个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呢 这个全球第二大指数啊 公司这个富士罗树呢 是宣布这个把A股纳进去 那么分这个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是19年的6月份 好 那么预计呢 这个纳入比例5.57% 那么带来100亿的一个美元资金的一个留住 那么这个地方留意一下这个啊 纳入的一个比例啊 实际上这个被动指数的一些资金要到明年6月份才能买进去 也就是说呢 近期这一轮这个狼稠的一个上升炒作呢 啊 实际上只是在这个提前的一个预期 啊 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啊 一落地下来呢 啊 变成了一个利好出境啊 这样的一些资金呢 是对立啊 这个获利啊 在高位出现了一个兑现 那么包括一些白酒股啊 一些这个金融股啊 还有一些这个保险股呢 都是啊 出现了一个回落的一个表现 啊 那么也反映了这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美联储呢 是啊 如期的一个加息 那么联邦这个基金利率呢 上调25个基点 啊 年内呢 可能 并表示啊 这个年内12月份呢 可能会有第四次的一个加息 啊 那么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呢 是随之这个拉升 抽升 那么对这个啊 人民币在这个汇率上上表现呢 形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啊 并且呢 对这个新市场上的一个资金外流啊 也是啊 有了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助推啊 那么中国央行方面呢 暂时表示这个安兵不动 并且呢 这个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啊 啊 当前这个中国经济呢 是啊 需要有这个流动性 来支持这个经济的一个啊 硬着陆啊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不大可能去啊 跟随加息啊 或者说呢 会采取一种这个加息并降准的方法啊 啊 维持住这个流动性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这个央行的一个表态啊 并没有说这个特别啊 明显的一个放水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可能也考虑到之前八月份呢啊 这个CPI指数啊啊 上得有点高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要留意一下九月份CPI指数呢 会不会这个重新下来啊 啊 那么这呢 也是支持这个未来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放水的一个指标啊 那么八月份呢 当然了 八月份的一个CPI指数呢 现在也是受到啊 这个一些啊 季节性短期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影响啊 那么可能九月份会有一个回落 从而支撑这个央行去放水啊 那么当然了 另外一方面这个节前啊 央行呢 一般也不会选择过多的去释放这个流动性啊 那么总总体来看呢 今天这个外围的一些啊表现 包括这个股指内盘的一个啊 抛压 货率抛压呢 使得今天这个股市啊 啊 股指啊 这个下行啊 也是成为一个预期之内啊 那么另外一个跟这个今天中小板有关的一些啊事情 就是说浙江的一个名企啊 是一个啊 新冠控股 那么也是A股上市的一个公司 被爆出了这个主体30亿的一个债券违约 那么实际上呢 这也是当前啊 市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中国的一个中小企业融资男 融资贵 啊 以及由于前几年这个不断的一个发债融资啊 旧债换新债的一个一个问题 新债这个替代旧债的一个问题啊 今年这个啊 集中兑付啊 所这个产生了巨大这个啊 压力啊 那么不少这个企业呢 在今年以来已经啊 啊 累计这个违约出现四四四中 那么尽管说现在这个量啊 表现还是比较有限 但是对于啊 投资者去买一些中小企业呢 是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担忧啊 所以这一块呢 也是比较利空 特别是啊 一些这个浙江企业啊 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价表现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科技股之前啊 简单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啊 指数的一些这个走势情况 那比如说呢 这个上升中子啊 基本上全天分子线呢 都是一个啊 竞卖出的一个表现了 啊 那么这呢 跟啊 前几天前的一个连续获利上涨啊 今天出现一个调整有关 那么当然指数上来看 日线呢 还是啊 访谈的一个通道里面啊 并没有说啊 走出了一个恶化表现啊 不过呢 在右边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明显啊 现在的权重股啊 又是啊 仗具主导啊 那么这里有个二鱼口啊 这个啊 权重指数呢 白线这一块呢 是啊 跌幅比较浅 但是呢 深跌的是这个小 中小盘子 好 那么实际上呢 啊 现在也不要符合这个国情啊 这个国企啊 一些全市值比较大的公司啊 表现比较优异啊 那么一些啊 受益 受这个受到这个债务拖累的一些中小市值啊 包括融资难的一些问题啊 还是表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啊 那么也可以说呢 现在这个指数啊 大了一个中指 上升中指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啊 参考意义 那么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指数一上去啊 就就疯狂的去追高啊 实际上呢 这个仅有少部分的个股啊 是在这个领涨啊 那么未来的一个策略啊 包括这个全量 或者说减量的一个市场里面啊 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啊 部署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啊 市值比较大的一些个股 尽量去规避开一些小市值的啊 的一些这个这个企业 那么说一下今天这个科技股啊 出乎预料的一个表现疲软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通信股啊 这个领跌啊 那么这个通信股啊 实际上现在一个情况啊 基本上是被苹果手机这个行业链绑架了啊 那么这个机构啊 在啊 啊 国庆后呢 就是说这个平手机个股出业报之啊 这个第三季度季报之前呢 啊 率先出出现了一个这个抛售出货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基本上也是要担忧啊 这个手机三季度出货量啊 有问题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啊 行业龙头这个信维通信呢 啊 一度触及跌停啊 那么基本上是机构出货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这个通信股表现比较差呢 基本上拖累了这个芯片股的一个表现啊 因为这个a股上上芯片股的一个中 终端需求呢 大部分就来自于这个啊 手机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手机出货量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表现这个出现一个滑落 那么今年啊 甚至到明年呢 明年的上半年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个量价啊 都是没有这个量价齐升啊 的一个基本逻辑啊 进一步的去支撑 所以这一块呢 这个可能短期中期来看会比较淡一点啊 那么唯一的一个预期啊 可能在明年下半年5G手机啊 可能这个这个 这个这谁的5G明年下半年开始建设之后呢 这个5G手机啊 的一个出入量提高 可能是啊 接下来的一个预期 好 那么单前来看呢 短期的机会呢 啊 可能更偏向于最近这个超跌以后啊 有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可能性啊 但是呢 这个板块啊 建议呢 是不不不建议去这个啊 过多的参与 这样的一些板块 好 那么说一下这个科技股的另外一个分支啊 啊 云计算板块啊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一些个股是 苦苦支撑啊 那么万达信息啊 这个领涨啊 那么啊 用油网络呢 也是逆势涨了这个百分之二点六 那么主要利好因素呢 一方面是国内啊 这个内地的一些产业升级是用的 需要 大量的一个电子信息技术的一个支撑啊 那么云计算行业呢 紧细度目前来看呢 还是处于一个高位啊 那么未来 目前还没有预见到这个明显泛黄的一个迹象 并且呢 啊 未来这个相 未来的这个增速还是能够维持在一个高位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昨晚这个国务院发 啊 这个发布了关于推动啊 创新啊 这个创业 双创这个高质量发展 打算打造这个双创升级版的一些意见里面啊 重点也提到了啊 要这个未来 这个要要支持 进一步支持一些工业啊 互联网建设 一些这个基础设施设备等等啊 那么这些实际上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多的一个利好 但是呢 今天没有反映出来啊 那么这个超低科技股啊 有没有机会啊 那么一方面的政策利好 除了刚才提到那一个呢 还有啊 这个财政部关于提高啊 研究开发这个费用税前抵扣啊 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那么预计呢 这个能够改善行业的一些这个利润预期啊 那么包括另外一个发改委员发布 这个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啊 扩大机就业的一个指导意见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市场上好像对这三个政策啊 好像是 呃 有一个啊 选择性的一个忽忽忽略啊 那么今天这个个股啊 表完全就没有表现出来啊 那么随着这个国庆后呢 可能流动性改善 这个风险不要提高啊 个人觉得超这个超跌科技股这一块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啊 的一个这个机会 反弹空间的这个机会啊 那么里面呢 啊 还是不要看好这个云计算啊 这一块 那么当然啊 这个芯片股跟啊 通信股呢啊 经济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可能更多是一个啊 估值上的一个修复 好 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个股没有持有啊 那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 好 谢谢 感谢观看